我在绍兴 我在逛街 这里有一条街 我从那边逛过来的 我的前方 就是 鲁迅故里 我要 准备去那边逛 走 就在前方 这条小路 走到头 就是鲁迅故里 这个东西啊 是从地图上看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走 往前走 这里是一些小巷子 这个车停的 还是挺到位的 位置空间利用 还是不错的 因为啊 这个巷子比较窄 走 往前走 应该快到了 得 哲 咸 欢 好像是这个东西 图 谷 好像是这样的 我们往前走 走出这个小道 走 走 已经要走到头了 前面啊 有一万个人 感觉 这就是鲁迅故里了 非常热闹 非常热闹 住在这种地方呀 生活很便捷 可能 当年鲁迅啊 他的爷爷 就觉得住在这里 比较方便 所以 他就把房子给弄在这里了 好像是这样的 后来 鲁迅他自己啊 去上海换 蹲在那个 住戒里面 也是 专门挑那种 就是交通比较便捷的地方住的 看来这个东西是 一脉相承的 还是住在这种 繁华的地方 比较方便 吃喝住行啊 都挺不错的 看这里还有便利店 走 前面有 一万个人 我准备啊 去那里逛一下 扫马鱼 这个地方好像还要预约的 这个地方好像还要预约的 我没有预约 我随意换一挂 鲁迅故居 啊 啊 绍兴鲁迅故居 很多人呀 没有来过绍兴 不知道鲁迅故居 长什么样子 给你们拍一下 这是免费的 但是要预约 我就 不进去了 因为呀 我就懒了预约了 我在 外面这个 大街小巷 逛一逛 给你们拍一下 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哇 逛完这边 准备溜了 李伦 这个牌柄啊 我记得 我之前去 屈府的时候 在那个 屈府有一条很知名的步行街里面啊 好像也看到 那条街 有很多卖臭豆腐店 感觉跟这边啊 一脉相成 继续往前走 今天人还是挺多的 今天人还是挺多的 这里哈 还有个 参观的地方 民族脊梁 不错 鲁迅 主居 还是 挺不错的这个地方 给你们拍一下月城景区 城 穿景图 实在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呀 非常厉害 注意看五位景区 这不是一般的景区 这是 五位景区 给你们拍一下这个 这个抽烟的老铁就是鲁迅 很多人不论是鲁迅 给你们拍一下 你们就知道鲁迅 长成什么样子 谢谢 谢谢 谢谢